10月26日 腾讯Nintendo Switch的公众号发了一个推送 告知将于2026年3月31日起 至2026年5月15日 逐步停止 Nintendo、异商店和其他网络相关运营服务 在这个时间之后 国行Switch将无法再连接网络 已购买的游戏也不能下载 虽说不至于变成砖头 10天版游戏还是能玩的 已下载游戏也不会被删 但对于一个网络时代的游戏机来说 这就是宣布了它死刑的知情时间 国行勇士将从此变成 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 该来的还是来了 一点都不意外 任天堂和腾讯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 这段别扭的婚姻 注定无法结出漂亮的过失 在回答标题里的问题之前 让我们回到5年前的今天 2019年12月4日 腾讯召开了名为 为你的笑容而来的 国行任天堂Switch发布会 我是任天堂的公民猫 重新感谢我们的 合作伙伴 探索公司 中国的朋友们 请进行体验 再看看现在两边的冷漠氛围 真的还挺让人唏嘘的 这场发布会上 任天堂的高管也来到了现场 和腾讯一起公布了Switch 国行的售价 2099元 以及一同首发的三款游戏 售价299 但其实其中两个晚了几个月 一起同步上市的 只有马里奥兄弟U 发布气氛是挺火热的 但是拿到游戏机 大家就心凉了 那我的意见是 不要买 国行Switch 不所趋但所服 外服的实体卡带游戏能玩 但外服账号登不了 商店不能用 DLC没得买 连机也只能和国行连 所以一不小心买了国行的用户 接下来就只能够 祈祷腾讯的大力推进了 一开始 腾讯也确实推得挺大力的 线上营销和线下店铺两手抓 又是举办比赛 又是推出小程序 又是明星综艺的 整得挺热闹 2020年到2021年 是国行Switch发展最快的时期 两年上线了27个游戏 外加腾讯视频 一定程度上 也是因为疫情 把大家困在家里 动森和健身环声名打造 Switch也一起 水涨船高 国行的硬件销量也不错 在2021年年初 达到了100万台 软硬件的销量成绩 都比同期的索尼微软强很多 看着未来挺可期的 这100万勇士 主要都是被健身环 武力全开吸引 想拿回去玩一些健身 或者party game的人 几乎都是蓝海用户 他们可能买了 也不会感觉 因为玩不到塞尔达而后悔 为破解而买的核心玩家 终究还是少数 我有一个好朋友 20年9块9在拼多多 抢了一个 之后就当作是武力全开专用机 完全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啥 话说之前我真的以为这种秒杀 就是我没有见过的人 他真的秒杀到的 他真是太走运了 但是很可惜 接下来政府开始了 对科技企业的监管风暴 各种行业一路打瘫痪 游戏作为一个重资本行业 首当其冲 导致了国行Switch进入了 窒息期 2021年末开始 新闻出版署开始停发游戏版号了 停了半年多 导致大量游戏积压 拖死了很多小公司 大公司也业务受阻 即使后面重新放开 过程数量也明显下降 Switch国行因为有大量进口游戏 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022年 Switch eShop只上架了4个游戏 4个 国行Switch的硬件销量 也再也没有张贴过喜报 虽然国行Switch OLED 在2022年如期上市 但是塞尔达传说 矿业之息几年了都过不了甚 极大的打击了所有人的信息 国行就这样进入了等死期 23年和24年 Switch上架游戏数量分别是10个和12个 已经到处都再也看不到腾讯的营销努力 国行也很少被提起 毕竟连Switch本身都进入了生命末期 准备迎接下一代 国行就这样等啊等 等来了自己的死讯 非常应景的 腾讯Switch官网也在发布停伏公告的同一天 去掉了积极筹备中的反快 停伏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个合作早已无力可图 而且毫无前景了 虽说有传闻说是第三方运营商更换的问题 但我们其实都知道 如果真的有蛋糕吃 破除万难也得把合约它给续上吧 就算传闻是真的 也只像是一个分手的契机 而不是原因 不过现在宣布停伏 很多人很容易把这个事情就怪罪到腾讯的头上了 因为腾讯正好还出了一个 大的像脸喷一样的仗机 嫌疑很大呀 但我其实不觉得腾讯是有刻意搞砸的动机的 因为国行目前这个雄样 腾讯肯定也是基本没赚到什么钱 大概率是亏的 100多万的硬件销量以及相应的软件分成 这点营收跟腾讯的其他游戏业务比 毛毛雨而已 而且我也不觉得两方是为了眼下卖几台货的钱才达成合作的 他们其实都有更大更长远的目标 腾讯是看中了任天堂的IP 对于腾讯来说 能借到这样的超级IP去开发运营类手游 类似暗黑不朽或者宝可梦大集结 这才是真的印钞机 去别的地方玩吧 不要妨碍叔叔赚钱 而任天堂则是看中了腾讯 作为中国最大游戏公司的对政府关系影响力 2G 任天堂当然觉得 如果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帮助这些大IP在中国拿到版号 那这家公司肯定就是腾讯 对任天堂来说 能光明正大地推广自己的IP去产生文化影响力 种下一代代的粉丝才是最有价值的 还是低估了政治不是 审查了漩涡 其力量大得无法被撼动 谁都束手无策 连旷野窒息都过不了审 总不能真的让任天堂去把骷髅全变成奶龙吧 这时肯定会有人问 那后门呢 PS4 PS5 Xbox都面临一样的审查 他们就不会被人说成是勇士烈士 还挺受欢迎的 不就是因为他们有后门吗 后门可以允许大家通过一个系统设计的安全漏洞 违背厂商的意愿 将外服主机的系统短暂备份到国行主机上 从而登录上外服的账号 使用外服的网络服务 购买外服游戏等等全部完整功能 而国行Switch本质上和其他国行的生态位是不同的 我们如果打开淘宝 PlayStation官方旗舰店的信息页 再去贴眼查看看 会发现其主体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 由索尼中国控股70% 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控股30% 它是一个中外合资公司 而且还是国有企业和索尼合资的 这就意味着每卖出一台PS5 钱都直接进了索尼的口袋 而无论你买国服游戏还是港服还是随便什么服 这些游戏的购买分成也全部都会进索尼的口袋 索尼是有很强的动机 不计一切代价 不分屈服的在国内铺主机的 后门如果有帮助 那就后起来 但腾讯其实没有这样的任何动机 他只是任天堂的代理 多卖出去的港服游戏 DLC外服卡带和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腾讯也不可能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资金 而不求任何的回报 对不起员工 他也对不起股东 而且相比合资公司 索尼自己为自己负责 腾讯作为代理是替任天堂Switch 在中国的合法合规负责的 他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再加上腾讯作为本土企业 Switch又影响范围如此之广 这个合作肯定会吸引更多官方的目光 类似后门的操作 其实风险会更大 所以一开始 很多买国行的朋友所期待的后门 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这次代理合作的性质 本质上它不允许 这就不禁让人想要问任天堂了 干嘛不一开始就走合资公司的路线呢 任天堂还真尝试过 Switch可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入华 要说的话比索尼微软都要早 2002年任天堂在苏州成立过一家合资公司 叫IQ神油 而且任天堂付出的努力还不小 神油的第一台主机 神油机也就是中国版N64 是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 N64长这样 而神油机长这样 大哥 我几年前做过一期视频专门讲这个 概括一下呢就是任天堂和神油 花了很多努力做本土化 但是通过网络和店铺分发正版游戏 在2000年实在是太超前了 当年正版游戏即使降到了49元 它也还是打不过盗版游戏 何况商家根本拿不出购买游戏 加额战需要的15000元 而且在大范围内推广不足 过审的汉化游戏也没推出几个 后来神油又推出了国行GBA名叫小神油 还推出了DS 3DS 但都没有掀起足够大的波澜 这样看任天堂选择腾讯作为Switch入华的合作伙伴 还挺好理解的 毕竟上次的经验实在是太失败了 这么一比的话 可能国行Switch的表现还好不少呢 说起来苏州神油公司现在它还在运营中 只不过从目前转到了幕后 做些开发工作 比如移植模拟器游戏中文本土化等等 现在点开他们的官网 还能看到他们正在招C++工程师呢 我们现在似乎都弄明白了所有的为什么 那么下一个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 未来呢 Switch国行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要知道国行的存在还是非常关键的 只有线下店铺和正规销售渠道 外加合法的广告轰炸 民情代言 直播带货等等等等 才能真正把游戏机推向更广泛的大众 那才是任天堂真正想要抓住的主流用户 毕竟Switch是一个一级销量的主机 是和iPhone媲美的超广泛流行产品 不只是小圈子的狂热偶像 但是到底Switch2还会不会有国行呢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 我当然希望这个视频能够落在一个高昂的音符上 未来还有希望多好啊 但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任天堂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下一次 他认为是合适的时机 游戏产业和这股力量的对抗已经持续了20多年 从那篇报道开始 游戏就得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 除了好玩以外 对社会的正面意义 要么得是承担产业升级文化发展的重任 要么得是文化输出 要么得有教育意义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只是浮于消费者的超级好玩的进口游戏 就显得特别的不顾大局 不懂事 但我呢一直认为发展和赚钱就是为了搞点乐子的 这个是不是目的搞反了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哦对了 腾讯官服会送所有国行勇士四个游戏 我在这里推荐大家在这几个里面选 超级马利欧奥德赛 马利欧卡丁车8豪华版 超级马利欧派对 新超级马利欧兄弟U豪华版 要西的手工世界